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虽然说可以 卫星可以做 但是一般卫星不喜欢在这里做 因为这边的空气的处力比较大 它快速的下降 所以寿命很短 一般卫星放在这个高度 通常寿命不会超过两年 有的只有几个月 就很快就下去 所以在这个高度 科学的探索很少 那这几年立方卫星开始起来 立方卫星很便宜 而且可以发展很快 所以如果你能够大量在这个轨道上面 丢很多立方卫星 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做研究 所以这个任务呢 就是由比利时的冯卡门学院 流体力学研究所 我们简称VKI 就说我们来做这个实验 然后他们就找了五大洲 十六个不同国家 五十个大学来参与这个计划 那怎么做呢 基本上每个学校自己 做自己的立方卫星 跟自己操作你的卫星 可是每个卫星上面装 统一的科学抽宰 就上面装的仪器全部都一样 由他们来做 然后由VKI负责发射 所以像我们程大老参与 我们就要做好卫星 然后装上他们提供的酬彩 然后最后由VKI发射 然后我们负责接收资料 负责操作任务 然后把最后的结果 放到共同的伺服器上面 大家一起使用 所以这是这个任务的概念 就是利用很多的小卫星 来做这样的实验 所以主要的任务 当然就是去做这个标准酬宰 称为离子跟中性离子子谱仪 那这个任务当中提出来的时候 在成大提出来的时候 庄智星老师他们就说 我们好像还有一点点空间 他就找我们 然后找我们另外一个合作的 日本的小山教授 他说我们能不能利用那点空间 再放一点点东西上去 那剩多少 大概只剩150公克左右的空间 150公克多少 你如果上菜市场买菜 大概几两 大概三两 大概差不多三两四两而已 很小的重量 他说你能不能用这个重量 去做一点事情 那我们就很努力很努力想到办法 还真的给我们想到一个东西 我们就去做了一个仪器 叫太阳机子外线探针 我们就是利用了立方卫星 剩下的空间跟重量 我们去量太阳机子外线 好 那什么是太阳机子外线 这边我讲一点点科学 还有一点天文学 如果你不懂就稍微忍耐一下 没关系 我们一般的太阳 我们的太阳光 我们假设它是 表面出来说它是一个黑体辐射 黑体辐射的话 大概是你现在看到红色的这条线 那红色的这条线呢 最高的那个位置 大概就是我们一般讲的黄光 黄绿光的位置 就是一般你看到太阳光 大概最强的就在这 如果黑体辐射的话呢 它大概只会到近紫外光 或者是蓝光的位置而已 一般是不会有紫外线的 可是呢太阳上面还有一个日冕 还有一个上面的射球层 这两个地方很热很热 所以这两个射球层跟日冕 它就会放出紫外光 所以紫外光的来源 是从日冕来的跟上射球层 那紫外光有重不重要 紫外光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呢紫外光的光子的强度 比这边的光子强度高很多 它可以直接打破原子跟分子 上面的那些连接间接 所以它可以产生光激发 光解离甚至于光游离 都可以由这种太阳极子外光 我们称为EUV的光子来达成 所以太阳极子外光的强度 EUV的强度 随时间位置跟高度的变化 是现在大气模型当中 的一个关键的参数 它会随着太阳周期它会变 然后对于太阳的这个东西呢 对大气化学中对于臭氧 跟氮氧化物的平衡 它很重要 所以呢在400公里以下 因为卫星的寿命很短 所以这边的量测就很少 如果我们能够做这个量测 对大气化学研究就很有帮助 好怎么量 这是传统的量法 用光电倍增管 这个在很多行星任务里面 比如说像先锋者任务里面 他们都有 可是呢你看看啊 这是很大 这是15公分的尺 它很大一ken 立方卫星装不下 所以呢我们就要创新的方法 在立方卫星上 想办法做一个仪器出来 做太阳极致外线量测 我们真的想到了办法 那我们用的东西叫做光电效应 光电效应应该很多人都听过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 你要把怎么样量光 就是通常都是通过光电效应 把光的讯号变成电子的电的讯号 那光电效应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我照在上面的时候 不是我所有的光照在那个金属上面 都会把这里面的电子打出来 它一定要有一定的强度 那刚刚好太阳极致外光 可以把大部分绝大多数的金属上面 打出这个光电子 那打出光电子之后 这边就会形成电动 就会变成一个光电流下来 可是呢我们有的时候光电子 因为它的热运动 又走一走又跑回来 所以我们希望光电子产生的时候 就往外面走 所以我们通常呢在这边 我们会给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负电荷 负电压 负电压在这上面的时候 光电子一产生 因为我有负电压 光电子马上就被它弹走 所以我就很棒 我就可以收集这个光电流 可是呢这个电极 要放在太空电浆当中 你这边给了一个负电压 你会发生什么事 你就会把旁边这些离子 统统给吸引过来 所以你量到的东西 不是光电流 还有什么离子电流 那没用啦 因为你只想量这个 你不想量这个啊 那你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们解决的方法是这样 因为不同的金属 它的上面的公函数不一样 也就是说同样的光线照上去 不同的金属 它得到的这个电流会不同 可是这个离子呢 只跟我的面积有关 所以我就一次放两片金属 我就放两片金属 那两片金属放下去 它的离子电流是一样的 它的光电流会不一样 所以我就可以从两个光电流差距 我就可以知道什么 太阳极质外光的强度 可是这还有一个变数 太阳入射的方向 因为你可以晓得太阳极质外光 我这样子入射 跟从侧面入射 它的强度不同 那我们怎么做 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一组 我们称为一组电荷 我们放两组 在两个不同的面 两个不同的面照过去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两个面得到的强度 光的强度不一样 我就知道它入射的角度 跟它的真正的强度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用两块金属电极 然后镀上 电极镀上不同的金属 然后由电流差 去消除电章电流 我就知道这个结果 所以我们在这上面呢 我们就做了四个电极 然后用一块很小很小的电路板 去处理这个里面所有的东西 这是我们最后做出来的电路板大小 大概只有9公分乘9公分 全部的重量 这个电路板再加这个电极 只有90公克 然后这是我们把电极呢 装在一个盒子里头 然后你可以看到 它这边有个灯 这个灯叫刀灯 刀灯呢 它会产生极止外光 那我这边有个滑锁 我就让这个滑锁 从这边扫过去 那扫过去的时候 你就晓得它会陆续的照到 1 2 3 4 那就可以看得到 我们得到金属 1 2 3 4 会发现它陆续照亮 所以它真的对极止外光会有反应 那这个实验 要在太空电枪实验厂里面做 不能在外面做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空气 那极止外光出来的时候 我们的空气周围会被它游离掉 所以这些太阳极止外光 如果在一般的环境之下做 这边根本照不到 这中间的空气会把它所有的极止外光都吸收掉 所以一定要在真空环境里面 把中间的这些气体都抽掉之后 我把这些仪器照过去 我就看到 很棒 就这样整个亮起来 那这个仪器做好之后 我们就会跟立方卫星整合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立方卫星的这些电路板 就用叠叠热的方式 一个一个把它叠起来 叠起来之后 中间就有一个 就是我们做的这块电路板 然后外面我们有 1 2 3 4 4个电极 两个贴在屁股 两个贴在上面 所以呢 两个电极 一个是金 一个是锡 那这样子的话 两组我们就可以知道 太阳极止外光 入射的角度跟它入射的强度 所以用的很简单 光电效应 然后再加上一些 电疆科学的知识 我们就把一个 超小型的仪器做出来 那这个仪器呢 整个立方卫星 大概是2U 就是10乘10乘253 重量大概2公斤 2007年呢 发射到国际太空站 4月上去 然后5月呢 从国际太空站 把它丢出来 丢到4来公里的轨道 那这是 最后做好的卫星 这是飞行体 那为什么放个国旗在这边 因为这个是送到欧洲 开始准备要送去发射的时候 很多国家的立方卫星 都放在那里 我们怕别人搞错 就放一个国旗 这代表这是台湾来的卫星 那你可以看得到 两个电极在这边 两个电极在这边 那这两个电极呢 在发射之前 我们会用把它贴起来 因为我们不想让它表面有污染 它表面全部都清洁过的 那这个东西呢 从国际太空站怎么放 这是我从这间公司拿到的影片 在国际太空站 它有一个盒子 它就把它放了 打开来 这是两个立方卫星 你就看得到 它就从这样就丢出去 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然后呢 这两颗卫星呢 它上面呢 因为质量不一样 重心不一样 它就开始就会旋转 然后慢慢的越拉越大 距离就开始慢慢拉开 那为什么知道这个是 这个任务的卫星呢 这个任务呢 上面有个IMMS 就是你看到白色的这一个 你如果注意看一下 刚刚的影片 对不起 刚刚放出去的时候 它上面那个白色的盖子 你应该可以看得到 对不起 太快了 这个停不了 算了 所以这是我的第三个故事 对不起